锁定台式无间新闻 美国好莱坞巨星阿汤哥汤姆克鲁斯 最知名的系列电影《不可能的任务》 推出了第七集 也选在意大利罗马举办首映 而阿汤哥首映前也在饭店外 一一跟粉丝们打招呼 展现十足的亲和力 也为电影再掀起话题 阿汤哥一走出门口 粉丝尖叫声四起陷入疯狂 不可能的任务第七集 19号在意大利罗马首映 阿汤哥18号在饭店外头向粉丝致谢 大展亲和力 粉丝嗨翻天 阿汤哥频频挥手还鞠躬致谢 粉丝服务整整持续了两分多钟 最后才缓缓上车 上车前还登高一挥 配乐一响起 就知道阿汤哥要上场了 汤姆克鲁斯最知名的系列电影 不可能的任务第七集 阿汤哥博命演出 各种惊险动作亲自上阵 不管是飞越悬崖跳伞 还是罗马街头飞车追逐 60岁的阿汤哥宝刀未老 新变不可能的任务 致命清算第一张 2020年年初 先在意大利威尼斯开拍 但因封城取消 后来又在英国等国拍摄 如今终于上映 阿汤哥特别选在罗马首映 除了阿汤哥魅力不减 其他演员文雷姆斯 跟赛门佩吉等熟面孔 也都回归助阵 接下来还要转往伦敦等城市宣传 阿汤哥在罗马给粉丝的惊喜 大家都满心期待 综合报导